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的是俄乌战火持续 俄罗斯的军队近日不断的发动猛烈攻击 那乌克兰的部分军方在5月14号这一天宣布了说已经撤出了 昨天我们讨论非常多哈尔科夫的边境多个村庄 这当中包括了卢基杨琪跟沃夫昌斯克等等 好 我们来看到这些撤出来的军力 现在正式的转移到另外两个更有力的位置 之外我们要来关心现在的战情持续恶化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原本他是要出访的 出访行程现在确定是全部都会来做取消 那军方的发言人也透过声明特别强调说 部队现在撤出的决定都是为了要保护乌克兰的士兵 他们的性命避免因此而折损 另一头我们来看到西方现在提出要提供乌克兰的最新的援助 好 包括了这一位是前北约的秘书长 他特别提到北约应该要利用联盟成员国的一个防空系统 一同来拦截来自于俄罗斯的空袭 他认为这样至少可以帮助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安全 另外我们来看到除了说提供防御性的武器之外 我们来看到人力的部分 现在北约讨论出兵乌克兰开始有一些些的分歧 我们现在看到来反对的国家有德国跟美国 至于支持的部分有立陶宛跟法国 聊到人力支援部分北约国家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立场真的都分歧了 这会不会是北约现在所存在的问题 真的可能派出部队吗 如果真的派出部队了 是否可能反而让这一场战事再持续的变得更严重 甚至扩大 大宗老师怎么看 我认为基本上北约不太可能会直接出兵 因为北约里面最重要的领导国家还是美国 不直接出兵派兵 其实拜登政府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 其实他现在就采得很清楚 不只是如此 甚至包括当时泽文斯基在2002年3、4月份的时候 他一直希望拜登能够领导北约 设立在乌克兰上空的所谓的禁航区 其实拜登都反对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会直接演变成直接的冲突 禁航区的意思就是说 我为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 所以这个领空里面 你不能让俄罗斯的军机飞越 甚至是任何的军事行动 我等到把你打下来 那就变成北约跟俄罗斯的直接参战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立陶宛可能并不能够代表 主要是北约多数的声音 而且他在北约的力量比较小 是 那法国马克宏这比较耐人巡慧 因为我们也知道 他当时提出这样的一个倡议的时候 大家一片惊讶 因为一开始非常主张 法国扮演第三方调定者的也是法国 那当大家在讨论要如何帮助 这个乌克兰的时候 用什么金钱 武器装备 人道援助 财政援助的时候 法国先抛出来说 但是马克宏讲的是很政治艺术的字眼 不排除 不排除出兵 对 假设乌克兰守不住 会对欧洲重大的影响 但当时大家有印象吗 当时他讲了好几次 但是每一次出来的话都看北约 基本上北约秘书长 德国 美国这些大国都是泼冷水 那我记得白宫那时候被记者问 他说不会 那德国国防部长问的时候 他也说不会 那肖子可能还说 这个不需要继续讨论 因为真正假设北约 投入到乌克兰的战场上 那个战事 你可以想象那个死伤 死的就不是只是乌克兰的老百姓 跟乌克兰的这个军队 是北约的士兵 北约有多久没有直接投入 大规模的地面部队作战 大家想想看有多久没有了 那战争会引发的内政的后果 非常非常强大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 是仅止于讨论 代表部分国家反映出了 部分国家对于乌克兰战争的忧心 是 因为乌克兰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 它属于不利的地位 最新的状况是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其实周边的很多 哈尔科夫州 它是一个州 它的首府是哈尔科夫市 但是这里面哈尔科夫市 附近的一些村落 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内 被俄罗斯拿下来 这些都是个警讯 一开始大家认为说 这是不是阳攻 俄罗斯真正方向 应该是在东边南边 但目前看起来很难判断 因为俄罗斯可能集结 大概4到5万的兵力 是往哈尔科夫方向前进 哈尔科夫为什么很关键 因为2022年刚打的时候 它是被俄罗斯拿下来 那2022年9月份的时候 乌克兰军队作战神勇 它是把它收复的 那现在假设又成为 俄罗斯攻击的新的矛头 代表俄罗斯的准备是充足的 又在哪下来 它好几个战线 同时对乌克兰施压 这可能都是这些讨论 背后的原因 我觉得反映出忧虑了 对乌克兰的忧虑 是 好 我们持续来看到 现在乌军在前线接接败会 刚刚老师特别提到 这个哈尔科夫再次的 可能被收复 大家都非常的担心 除了这样之外 我们来看到欧陆的后方国家 现在的情况很不安稳 特别是前苏联的成员国 我们今天特别要来关心 两个国家 第一个斯洛伐克 第二个捷克 先来关心斯洛伐克 最近发生的大事 亲恶的苏斯洛伐克的总理 这位画面上我们看到的 叫费科 5月15号这一天 他遇刺身中多枪 副总理现在证实 他已经脱离险境了 但是枪手 我们可以看到 当场遭到制服 逮捕后身份曝光 媒体报导是一位 71岁的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枪手叫做新图拉 事发之后 多国领袖谴责暴力 当然了都会来做谴责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 一项和斯洛伐克 比较站在对立面的 美国他也一同来做谴责 我们来关心这一起意外 在斯洛伐克当地发生 大家说这是政治暗杀 传递了什么样的政治讯号 我们能不能说 这跟俄乌战争扯得上关系呢 Ross怎么看 或许跟俄乌战争有关系 因为贝克是欧盟比较少数是反对提供军员武器等等给乌克兰 他可以用亲耳来形容他 他真的是亲耳 然后他觉得不管是欧盟或北 因为不要involve在欧乌战争 那刺杀他这个人 应该是因为政治的理由而进行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看 跟贝克对很多议题 意见不同的欧洲还有美国的领袖 都立刻出来谴责这个行为 因为在民主国家 就不是解决政治意见不同的一个方法 所以他们都立刻 虽然跟贝克在很多议题上是不同意见 但是他们就立刻公开牵责这个行为 是 老师又怎么看这个暗杀 有没有跟俄乌扯得上关系 因为刚刚Ross已经把我们讲了 这个贝克他也是比较亲俄的 大家就在解读说 这跟乌俄战争有没有一些关系 对 因为目前还很多的一些讯息 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完整 因为的确就像刚刚Ross讲 贝克在整个欧洲里面 是比较旗帜鲜明 也比较少见 因为他可能讲过说同情乌克兰 但是他反对提供乌克兰武器弹药 这种军事上的支持 他立场上也可能比较亲俄罗斯一些些 目前所谓枪手的身份 是被指是71岁的作家 跟政治活动家辛土拉 辛土拉 他到底幕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置人于死 不得而知 但不管如何世界各国领袖 从乌克兰到欧洲传统的大国到美国 还是马上第一时间就是谴责 我觉得这也是正确的 因为这种就是政治暴力 你对于一个民选的政治人物 你用这样的方法 其实不管身在任何国家就是谴责 也希望避免 但我们有时候要非常小心 这种政治的暗杀就怕有余波荡漾 不管也不是只有现在 不管是欧洲全世界各地非洲都一样 有时候一场政治的暗杀 后面的后遗症就很多 比如说我记得90年代 在非洲地区的卢安达的种族 暴动种族侵袭 一开始也是一个坠机事件 然后就有人说 后面是牵扯到一个 政治的一个暴富或谋杀 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 假设被有心人利用的话 所以希望这个事情很快 就是调查落幕 然后就停息下来 好在是目前看起来 费科是应该是脱离险境 我没有办法得到最新的讯息 这至少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政治暗杀 这个在欧洲国家 最近真的是频频的发生 这对欧洲整体政治氛围 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近极右派崛起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我们先来看到另外一个 在欧洲内陆的国家 是也是跟俄乌战争有关系的 这位是捷克先任总统帕维尔 他针对乌俄战争 做出了一个最新的评论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他这次做的评论 跟他过去的立场比较不一样 他在接受英媒专访的时候 特别表示说他支持 结束乌克兰境内的敌对行动 救战后体系要来进行谈判 他希望能维持在战争后的秩序 捷克大家知道 一向比较视为支持乌克兰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希望乌克兰 能够让步停火来做谈判 Ross 原因是什么 或许是他认为已经 第一要记得他以前 他本来是将军 他是退休将军 所以对战场上的细节 他都非常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 或许他认为这个战争 已经开战了 太久了 已经两年多 不久之后就会满三年 所以或许他认为 双方不管是乌克兰或俄罗斯 不会完全赢 也不会完全输了 所以他可能认为 开始谈判是一个选择 但是他基本上也是 还是亲乌克兰 他不是亲俄 所以他说要谈判 开始讨论战后的持续 他还是以乌克兰的角度为主 他根本不会亲俄罗斯 但是按照他军事的经验 他可能也是要面对一件事实 那就是乌克兰没办法全营 在战场上没办法全营 他的谈话具有一些重量性吗 这一位这个杰克的 我觉得因为他以前是将军 然后有参加很多北约相关的 军事活动等等 那其他的北约国家 或西欧国家也非常尊重他 觉得这个人 还有他是民间选出来的总统 那有这个军事的背景 我认为他到目前为止 是有很多领袖 包含美国也是觉得 他发言都是值得参考 甚至会支持他 另外一位也没有值得参考 是这个国务卿 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 大家很意外说 这个基辅现在这么困难 乌克兰现在那么困难 他跑到基辅这边去谈吉他 安抚乌克兰的动作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的确是引起很多批评 我看到很多相关新闻说 在这个时候 尤其刚刚李老师有提到 在Karki附近 失去那么多土地的乌克兰 他还去一个bar 然后弹个安琴唱歌 很多人认为 弹吉他 对 弹吉他 谢谢 认为真的有一点不对积 真的不适合目前的情况 但是也有很多支持他的网友 他们的想法是 在这个时候 还是要找时间享受生活 包括跟朋友出去喝一杯 听音乐 也是显示 我们没有全部输给俄罗斯 我们还是能正常在乌克兰 还是能正常过生活 所以很多人认为 正常过生活 也是包含类似的活动 所以他们觉得 另一个国务卿这样做 也是值得肯定的 好 态度不移 好 我们现在来看到 谢谢Russ 我们来看到的是 刚刚我们提到的政治暗杀 除了斯洛伐克之外 我们要谈谈现在欧洲整体的政治氛围 到底怎么一回事 现在欧洲议会选举在6月即将进行 结果做了这个民调做了一个预测 说这个右翼的民粹主义者现在大幅获胜 美国的旗刊外交政策也特别指出 现在欧洲极右翼对年轻人来说 比较有激励效果 他们预估 接下来这种极右翼的势力 即将会持续的崛起 我们看到除了斯洛伐克总理遇刺 刚刚提到了非常多国家 德国西班牙爱尔兰最近政治人物都遇袭 到底怎么回事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是不是开始动摇整个欧盟的团结 对欧盟的运作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极右派势力崛起 对欧洲的影响又是什么 大宗老师 对 我觉得极右派势力的崛起 其实也不只在欧洲 不过这几年的确看起来是比较风起云涌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不管是极右或是有些是民粹主义的极右派 他基本上还是有一些他成长的沃土 就是他所刚好拥有的一些养分 跟特殊的时空环境 最明显的一个共通的理由 可能是还是跟 比如说经济的表现有关 或是说选民们 尤其是年轻的选民 觉得说看不到未来的希望 所以很容易把对事情 不满意的一个矛头 锁定在一些可能包括像是移民 或是宗教上的宽容 或是针对难民 甚至这些所谓的这个 比较民粹的这个极右翼 他比较危险的地方是 可能他们还是肩带有一些 比较怀疑欧洲 反对欧洲的进一步的统合 但我们也知道欧洲的统合 是从二次大战之后慢慢开始建立起来 最早是从德法的合作和美奖的共有 慢慢成为共同市场到现在 所以它是有几十年非常常有历史 那里面通常会鼓励包容等等一些很 这种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的精神 但是我们也看到根据刚才讲的 这个期刊的报导 在部分国家里面 这些比较极右翼的政党 它可能已经是成为 该国内部的第二大党或是第三大党 那我们也知道欧洲基本上是 联合内阁的国家 所以代表说只要被迫 必须把这个极右翼政党放在你的 比如说中间